我们来说一下英国脱欧的最新的事态 这次脱欧我们知道以大比例投票失利 那么对于特利沙梅来讲的话 是一个巨大的羞辱 另外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败北 这实际上表明在脱欧这个问题上 在英国的国内包括议会内部存在重大的分歧 至少对这份协议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脱欧协议遭否决英国的前景沉迷 经国究竟该何去何从是个问题 再来看这个地方 这实际上类似于我们程序的一个流程图 大家看未来有可能就是留欧 还有可能就是无协议脱欧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谈一个相互之间妥协的协议最后脱欧 所以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 英国现在面临的是一种两难的境遇 下面还是再来看 还是英国脱欧的问题 choice混乱不堪 另外就是表决结果 可能让特雷沙梅政治生命最终结束 这对于特雷沙梅来讲的话 绝对是难以接受 但是不接受也得接受 这条消息大家来看 还是在说英国脱欧的问题 一个是说英国的经济 可能会遭遇更大的滑铁路 还有一个就是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脱欧可能会酿造出更多的disaster 就是出现很多的灾难 所以这种脱欧的结果 可能是难以预测的灾难 对于英国来讲的话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些媒体 我们再来看 还是在说这个问题 中国时报就指出 爱尔兰边境保护措施 绝不清洗 这实际上是英国提出来的 如果清洗了爱尔兰边境保护措施 说明这个脱欧所带来的效应 将会更加更加的恶劣 还有再来看 这是香港的明报 脱欧协议硬闯官 这个时候呢 看这个欧洲伸出了橄榄枝 毁赖吧 毁赖吧 不要再走了 你要再走的话 可能你会面临更惨的经济状态 好吗 好